Hello,大家好,我是Grace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喜欢我频道的小伙伴们,记得subscribe我哟 肺炎呢,在全世界内爆发 澳洲呢,也没有能幸免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和我老公一直都在家里待着 我也没有去上班 然后他就是在家里上班 截止到今天呢,今天是3月29号 然后一共澳洲有快4000人感染了肺炎 虽然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来说呢,还算比较排厚了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惜命 所以一直都没有出去 然后政府呢,也是就是维州来说吧 他把那个,就是说有一些不是重要的场合都要求他们关门了 然后但是我们的那个总理呢 他说发廊是可以开的 但是我们呢,也不想去啊 所以今天就在家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在家里是怎样剪头发的 当然不是剪我的头发啦 是我老公剪自己的头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剪头发的工具 这有个袋子 然后这之前我有给他在家里剪头发 所以我也买了之前买的工具 然后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小包 这个我买的时候是打折嘛 原价40多剃头的 然后这打折的时候买就20块钱 它是有线的 它长成这样 就是和他们的剃骨刀好像很像 就这样的 然后是这个牌子的 我买的是有线的嘛 反正有线的便宜一点 我买东西就是差不多便宜一点就得了 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工具 它这个就是你要剪多长 然后你就选多长的这个尺子 然后它上面是有号码的 这个是8号就很粗 然后里面还有别的 这个是4号 4号你看就比8号细一点 所以就根据你头发的长短 然后你想剪成什么样的 然后你就选 然后这个是歪的嘛 斜的 它是剪那个并角的 所以它上面有写 这个是左边耳朵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右边的 这个是上面有写嘛 有右边耳朵的 它里面还有小梳子 然后还有小剪刀 所以就是买一套 什么都有 这个这个树子是我自己配的 就是有时候就是想给它打包或干嘛的 像我们女生嘛 有时候就是自己剪刘海的话 你就用这种这种尺子 剪刀 好了基本就是这样的 都是这个 然后你在剪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给卡上去就可以了 把一只手手没有办法操作 就是这样 给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买这套工具呢 然后买了以后 它里面会有个说明书 这个是教你怎么样剪的 给大家看看吧 我这说明书一直没有丢 因为有时候剪着剪着就有一段时间不剪就忘了 它这里它还会给你一个小刷子 然后就是说你剪完头以后呢 要把这个机器刷干净嘛 还有就是你看男生剪头发就分三个 三个阶段 三个部分 就是上中下 然后它就告诉你第一步怎么样剪 然后第一步 第二步 反正就是根据这个 这个来剪 一会儿让我老公给大家剪 那个展示一下 以前我都是我给它剪 然后现在它要自己剪 开始你的表演吧 老公 先选一个就是很粗的那个尺子 对不对 然后把所有拳头剃一遍 是这样剃的吗 老公 这男生下手对自己就是狠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剃得有点像那个醉饭 你这个怎么剃得这么短呀 短一点短 你这是几号 然后呢 再换4号 4号就是剃中间部分的 对不对 嗯 嗯 嗯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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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间的 然后头上面就是更长的 我们看看 你远一点吗 转一下 还可以 只不过你看看一片狼藉 现在是不是都是我的活 我要收拾了 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